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1300整点新闻 我是黄品宁 先开始先带来关新道 屏東恒春今天清晨有民众深夜玩得太嗨 在民宿拿麦克风不断高歌 附近邻居被吵到根本睡不着 只能够报警来处理 不过歌声扰民已经是长期问题 邻居也表示 民宿业者为了吸引游客都会安装音响设备 生意不断却让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都没了 半夜三更街头上却传出高亢歌声 民众展现歌后越唱越起劲 艳然就像开演唱会 不过相对于环场气氛 深夜扰人亲密附近邻居可是启诈了 大家也没差 民宿都没差 尤其是假日的时候 尤其是大总年假最会的 而且都是年轻人包动比较多 所以会比较长 原来这场演唱会就开在屏东恒春德河村 19号清晨附近民宿不断传来 持麦克风的高歌声 一手接着一手唱不停 而根据邻居控诉 这些音响设备都是民宿业者提供的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游客入住意愿 却没将隔音处理完善 到这深夜时常有歌声扰民 已经是长期的问题 想要制止只能报警处理 当即予以制止 另对本次事件很紧 将报警县府主管机关认定 民宿经营模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及现行防疫规定 根据了解民宿所在的区域较为偏远空旷 歌声更是格外清楚 虽然警方可以协助劝道 但想要解决还是需要游客及业者 有所熟练规范 否则观光做的再成功 却让邻居生活品质全没了 这位苏世伟屏都找不到 彰化线警方从去年底开始进行酒驾大执法 还逮到一名外景男子 他先是在超商闹事 而警方到场要来实施酒册 他是不断双手核实来向警方求情 不过酒册值高达1.42毫克 简直是烂醉如泥 还是被移送法办 而酒驾大执法是六天以来 全县已经总共取缔多达203件的酒驾 警方拦下这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 他摇摇晃晃 满脸通红 远景立即失事就策 外籍男子双手核实 对着警方说对不起 远景还是要求他朝仪器吹气 眼看中文不通 这名外籍男子又改英文 男子不断求情 还是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一检测之下发现酒册值1.42件 知道了烂醉如泥的程度 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这样发现警方从去年12月31号开始 执行酒驾大执法 短短半个多月 全张化线酒驾高达203件 检测超标送办的有149件 拒绝酒册12件 比起去年同期多了52件 农历新年几家到来 现在又是尾牙忘记 警方呼吁餐饮业者 应该协助提供代客叫车 或代驾的服务 民众也别心存侥幸 一旦酒家酿货 觉得让你后悔莫及 继续带入冒状话采访报道 谎称涉及人头账户 阿贝差点就被骗 台中市一名长者 日前接到了诈骗集团电话 说他的账户被当成了人头 涉及案件 必须将钱汇到指定账户 等到确定没事之后 就会将钱转回来 阿贝信以为真 幸好汇款的时候被及时拦阻 另外还有一名长辈 接到了自称儿子的电话 说他欠钱被殴打 要100万才会放人 爱子心切也差点被骗 夫妻两心急如焚 准备到银行提款 赎回小儿子 因为太太接到 自称是儿子的电话 说他欠人在100万 被打得半死 你怎么说的呢 你怎么说的呢 是呀 担心报警儿子会更惨 幸好袁景及时阻止 另一头家人 也联络上了小儿子 夫妻两才总算相信 这是一场骗局 诈骗集团无所不在 另外这位阿贝也接到电话 说他涉及人头账户 法院要求监管他的存款 原警一听就知道又是诈骗 好说呆说 阿贝才总算放下心中大石头 年关将近诈骗集团更加猖獗 警方表示最近发生多起高龄长者遭诈骗 诈骗手法包括假检警猜猜我是谁 或是假借亲友出事等等 警方也呼吁民众接到类似电话 应该再三确认或是打110165专线查询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宣传一时的洪富海公司 黄信负责人自称泰仁心领导师 因为非法吸金上百亿 最高法院判决定业 宣告犯罪所得172亿多元全部没收 而他名下财产在今天第一次拍卖 包含大批的金块金箔跟金饰 物件多达79项 件价总额也高达600多万 而有人甚至是带了现金500多万到场 预计至少要买下十几件的金饰 一大早拍卖会来了上百人 大家口罩戴好 钱也戴好 准备大肆采购 这次的拍卖标的 是高达600多万的大批黄金饰品 买到就赚到 请他拍几件 买个十来件吧 这个先生从事拍卖行业 扛了行李箱来 带了500多万现金到场 预计至少要买下十几件金饰 第一标约一两重的万元金钞 以七万两千元排除 二十六号七万两千块 宣腾一时的洪富海公司黄信负责人 自称泰仁心领导师 因非法吸金上百余亿元 最高法院判决定验 宣告犯罪所得172亿余元 没收 名下财产十九号第一次拍卖 包括大批的金块金箔金事 特别的是这次拍卖 不采将所有物件合并拍卖的简编方式 而是依照物件的价格 将物件逐一拍卖 物件多达79项 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标的卖得高 然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国库的收入 那另外也兼顾了这个请求全人的这个权益 民众农历年前来抢标 想说买黄金讨吉利 这也是自2000年行政执行署成立以来 首次拍卖数量庞大的黄金物件 记者张馨杰妙力报道 国内目前对于餐饮内用的部分 还没有进一步的管制跟限制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依旧是采取滚动式的检讨 也说会和邻近的桃园市一起并肩作战 也带听到侯友宜的最新说明 现在第二打跟奥米国毕竟不一样 而且那时候的环境也完全不一样 它是继阿法以后 马上第二打就来事先说 而且社区的传播速度 以及所造成的医疗指示的量 能的挑战更容易 那现在的奥米国 我们是最重点是在组成一期观 境外如果能够党得住 那国内疫情如果我们可以稳稳的守住 其实在环境的调整的过程 很稳动性的检讨 就要随着地区 我们做好前面的建议 那目前新北市的疫情 我们是全力的在守 那这个疫情 我相信因为刚好 近来都在桃园这一个区块 我们会全力跟桃园并肩作战 只要大家能够全心全力 一起努力把疫情守好 那医疗量 试图做一个调整 我们以这样一个态度 滚动式来面对 我们就能够适应 目前现在掌握的身体方式 所以现在还是把春节期间 该所做的疫情是不好 才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做好好的方向 拼防疫台北市也力推 自己的疫苗护照 规划要绑定台北通的APP 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昨天也宣布 将会实施 国内版的疫苗数位证明 但是如此一来 台北市将会同时有 中央跟地方的版本的 疫苗护照 到底该要如何使用 今天台北市长 柯文哲则是回应 相关细节要等跟中央讨论 台北通如何借接 健保系统之后 才会决定 中央也要推疫苗护照 那这样子不会有 跌床家务 必谈北市疫苗护照 是否照常推行 因为如今中央也要推 国内版疫苗数位证明 柯文哲坚持走自己的路吗 台北市又硬要弄一个 很多市民都有所疑虑的 台北通疫苗护照 他真的能够跟 中央的数位疫苗证明来抗衡 等明天中央 跟我们讨论完以后 那个资料到底要怎么给 我们才决定说 他怎么运用 对业者的要求 会比对顾客要求高 开一家餐厅 我们要求你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外场 符合疫苗是 护照是绿色 强调疫苗护照 主要规范业者 因为北市初步规划 绑定台北通APP 引发各自外洩疑虑 但台北通是 北市超数位城市迈进 重要的一环 再加上台北大数据中心启用 整合电信交通医疗等资料 分析城市及时咨询 请启动 大数据中心重点工作 也包含建立抗疫防火墙 毕竟国内疫情在升温 少进餐厅传播链止不住 春节又即将到来 就怕团圆吃饭成破口 北市内容进不进 疫苗护照怎么用 还要等北市中央答共识 不让民众无所适从 记者旅行们杨岳达台北报道 桃园群聚疫情持续延烧 人保电子员工 现在也全员二彩 人保电子评证厂 累计有三名员工染疫 北市政府勒令停工一个礼拜 80人送集中检疫所 今天也再度针对厂区的员工 跟协力厂长 总共是1559人进行PCR的二彩 检测完成之后 每人再发报两个快筛试剂 要确保没有出现 阴转阳的隐藏个案 提问是还开简的吗 面对提问 人保电子员工低调不回应 飞速开门入内 桃园本土疫情延烧 人保电子评证厂 19号针对1500多位员工 大规模PCR二彩 要揪出隐藏个案 人保电子一对情侣党员工 这个月7号到吸体餐厅用餐 15号确诊 公司随即安排场区人员PCR检测 其中一位女员工也在17号确诊 但这名员工和一开始染疫的情侣党 分属不同部门 担心出现隐藏传播链 桃园市政府也在17号 勒令评证厂停工一周 星期三就今天开始 那么再做一次PCR检测 那二彩之后 那也要发给员工两个快筛试剂 那要再进行两次快筛 除了匡列80位员工送集中检疫所 要求剩下的同仁自主健康管理 市政府也和人保电子协议 安排包括员工在内的1559人 19号进行PCR二彩 检测完后再发放给每个人两个快筛试剂 两次PCR加两次快筛 要防堵可能出现的阴转阳个案 电子厂防堵病毒传播 确保未来厂区复工 员工都能安心回到岗位 记者林祝强团队报道 中立西提群聚持续延烧 截至目前已经有30多人确诊 卫生局也是紧急匡列顾客来检验 但没想到桃源地检署 有一名女公务员 她久后曾经到了西提用餐 不由于她没有执行食联制 所以没有被匡列 也没有主动裁剪 而且还持续上班 直到昨天向主管通报 整个事件才曝了光 卫生局也是立刻安排 这名公务员以及同办公室的员工 进行批下裁剪 信号全部都是阴性 不过为什么隔了10天才通报 这名公务员表示 她是因为没有看到新闻不知道 但现在也引发了桃检 内部强烈不满 消毒车开到桃源地检署大门前 针对车道和周围环境来回清销 全是因为有桃检公务员 曾到西提中山店用餐 却没被匡列也没通报 这名女公务员在桃源地检署六楼 某行政科师任职 九号中午到西提吃饭 疑似因为没有确实登记十连制 因此在西提群聚爆发后 没被匡列 而她第一时间也没主动告知工作单位 甚至持续上班 直到十八号才主动通报 但从用餐到通报 相隔长达十天 公务员却声称 因为没有注意防疫新闻 所以才不知道要通报 也没出现疑似症状 目前PCR结果为阴性 却引发内部强烈不满声音 因为西提群聚已累计三十多人染疫 其中就以1位9号曾到过西提的顾客 为最大宗 针对同办公室的同仁 进行快筛 以及分批前往筛检载 进行PCR裁检 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开庭的程序 目前不会 走进桃检六楼 和公务员同办公室的八名同事 PCR都为阴性 而与她办公位置 同样在六楼北侧的有资料科 研考科等等 南侧还有检察长 检察官办公室等重点区域 所有同层人员快筛结果也都为阴性 只是公务员没规定刷十连制 成了匡列的漏网之鱼 也被质疑没及时通报 恐怕酿成破口 据公务员是否遭到层处 桃检将在讨论 建筑长的报道 新竹疫情可能再形成一条 鹅肉传播裂吗 昨天深夜 新增了一名女性染疫 她曾经是跟确诊的 一家四口的父亲等人到鹅肉店用餐 谈公事将近六个小时 被框裂之后裁剪确诊 疫情也发现 同时段还有十多人也在店里头 也为疫情再添变数 另外确诊家长的小孩 目前裁剪阴性 不过就读的新竹某国小 该班级已经预防性停课一天 而随着疫情是多点扩散 前台大医生临时必就示警 越来越多的县市出现确诊 就很像去年五月 疫情大爆发的前兆 小孩才刚送上学 却听到国校有家长确诊 这震撼消息 妈妈简直快吓坏 急把小小孩带回家 普遍家长不知情或是一早才接到老师通知 胆情之余也想问学童目前状况 在这边也很庆幸是还好PCR的检测是疑性的 在课程上面允许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该班进行预防性的一个停课的一个措施 学童硬性但师傅放心不下 因为家长就在前一天公布的重点足迹 鹅肉店餐桌上染疫 疫调发现这名家长曾跟确诊一家四口的爸爸等人 来鹅肉店用餐谈公事 从下午十二点半到晚上六点 一谈就是近六小时 四口罢染疫后 家长也被空液裁剪确定染疫 但包含同桌客户及店链员员工 至少十多人通通可能曝露在染疫风险中 鹅肉店是否成为新传播链 还得持续观察 不过前台大医师林士璧也发文示警 新竹一家四口还有亚东护理师 感染源依旧不明 随着社区曝露风险多 要有心理准备 社区案例会找不到感染源头 他也解读现在很像去年疫情 大爆发之前的状况 最后病毒就出去了 只要Omicron传染力更惊人 没有理由做不到 而医师这番话也恐怕代表 春节前疫情无法乐观 而台湾在两周之内 本土个案就标破百例 医师盘检制也PO出了 Omicron确诊的曲线图 每2.5天就会增加一倍 不过再过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这样的确诊数也令他很担心 不过现在要不要来提升到三级警戒呢 传出指挥中心为了配合学策 如果疫情持续蔓延的话 防疫升级成为二级加强版 最有可能实施的时间点 第一就是落在学策之后 在1月24号就会来加强防疫规定 不过第二则是会等到农历年过完 到了元宵节前再来加强 升级倒是没有必要 但是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再多加强 疫苗普及的话应该是还可以啦 升级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防疫警戒到底要不要升级 成为近来关注焦点 而传出指挥中心是为了配合学策时间 才让二级警戒维持到1月24号 其实内部已经讨论过 两个升级的时间点 第一是在学策后 第二则是春节过完 等到元宵节再来加强防疫规定 不过医师陈长宇认为 目前疫调追着Omicron病毒足迹跑 但时间点都还是差了快一周 以Omicron的感染传播力来说 挡得住是运气好 挡不住才是正常 指挥中心说 也有可能完全控制是太过乐观了点 至于医师潘建制 则用曲线图指出 Omicron传播力真的超越过往的变种病毒 看到Omicron累计个案数 在第15天就相当于α株的第25天 对于指数曲线要压下来 需要升高警戒程度 看到效果也要两星期左右 不过在两星期就要过年了 让人头痛担心 不管你在怎么匡列 都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 所有的人大家都必须要做很好的一个防护措施 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做法 到底防疫警戒要不要升级 各界考量不同 不过过年就要到了 执判民众自我防疫要加强 接送我到 淘鸡群聚传到吸体餐厅 传播链持续扩大 相关的染疫个案已经超过百人 国内现在面临到底是要清零 还是要与病毒共存的决策难题 干案科专家就剖析了 要与病毒共存 其实目前还欠缺两个条件 首先就是长者 第三季疫苗的涵盖率要达到八成 第二则是抗病毒药物 必须要买足台湾总人口数的10% 淘鸡群聚扩及吸体牛排 短短两周确诊数已经破百例 每天还不断有新增个案 让台湾面临清零 或者是要与病毒共存的决策难题 国内感染科权威 黄立民认为 要与病毒共存还缺两大条件 首先是60岁以上年长者 第三季的涵盖率 至少要达到八成 但五国之家季的接种率 目前还不到百分之十 第二则是抗病毒药物 要买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 才能争取对疫情控制的主动权 目的就是恢复正常生活 可是不能付出太大的代价 所以要维持高接种率 可是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打疫苗 所以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必须准备好 主要的抗病毒药物 全球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染 只是时间的先后而已 现在还在清零的国家会最危险 重点还是在老年人 保护越完整的话越降低 但就算要讨论跟病毒共处 年节前也不宜启动 因为回台湾过年的人太多 如果贸然跟进欧美措施 国内确诊者恐怕会暴增 另外也要考虑共存死亡数 像是其他欧洲国家死亡率 大概是在千分之一到三 假设只用千分之一计算就好 如果放任不防疫 等到数百万人染疫后 这样的死亡数字 大家可以接受吗 如果他死亡率可以降到跟流感 差不多我们大概就可以接受 现在台湾是还没有到 这个可以做这件事情的阶段 又一是点出 欧美狂变异株就像电玩游戏中 繁殖力超强的哥布林 最好的打法是分散他们各个急迫 必须穿戴完整护具 也就是至少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和准备充足的回血药物 才有可能在损伤最小的情况下 战胜疫情 就听我们一声听不懂 将近中国既来关心到 欧美狂横扫全球 但是在疫苗覆盖率提升之下 世卫组织是认为 今年是有望结束工会紧急状态 但是新冠病毒将会融入 生态的系统与人类共存 另外WHO跟美国防疫大将佛企 都强调 现有疫苗就能够有效降低 住院跟死亡风险 因此不需要研发欧美狂 专属疫苗 新冠疫情令人身心俱疲 究竟何时能见到疫情终结的曙光 人类恐终就免不了与病毒共存 WHO专家认为 新冠病毒将融入生态系统 能做的只有不断扩大疫苗覆盖率 降低染疫机率 并让死亡病例尽可能归零 如此一来 今年将有机会结束公卫紧急状态 世卫组织更强调 现有疫苗就能降低 Omicron确诊者的住院跟死亡率 因此现阶段没必要研发 Omicron专属疫苗 美国防疫大将佛契 上个月也提出同样看法 认为现有加强针 就能有75%几率 预防有症状感染 他也强调 现在就认为 Omicron有望 让新冠病毒成为地方性疾病 还言之过早 Omicron一战全美新增 确诊病例的99.5% 而且美国每五个人 就有一人曾经染疫 疫情下一步怎么变化 没有人说得准 不过日本的疫情扩大 许多大型活动停办 冬季最知名的 白海道炸黄雪季 今年也是改为线上举行 而日本18号 新增了3.2万多例确诊 官方也宣布 要再增加13个都线 总共16个行政区 要实施防止疫情蔓延措施 而另外日本最新研究 发现孕妇一旦染疫的话 很容易会变成中症跟重症 所以防疫必须小心再小心 针对孕妇跟染疫症状程度研究 日本医疗机构 从前年1月到去年4月 调查4006名15岁到45岁女性 比较187名孕妇 和935名未怀孕女性 发现她们染疫变成中症 和重症比例 孕妇是9.6% 未怀孕者是4.9% 显示孕妇染疫 很容易变成中度以上症状 日本妊婦 第一次的大規模认识 在比较孕妇 出现中度以上症状的怀孕周数 怀孕初期是6.9% 中期是34.5% 后期是58.6% 显示怀孕中期以后 准妈妈有中度以上症状的比较多 后续追踪疫调更发现 孕妇染疫住院前 家中已经有确诊者的比例 孕妇为39.4% 未怀孕者有19.8% 显示孕妇多半通过家庭感染 途径染疫 日本Omicron变种病毒半年急速扩大 18号新增3.2万多例确诊 官方19号敲定 东京都和12个县 实施防止疫情蔓延措施 加上原本已经实施的 冲绳 山口 广岛 总共16个行政区 另外日本每年冬季的 北海岛扎黄雪季 因应疫情恶化改为线上举办 杨志平编译 另外来看到香港出现了 全球首例仓鼠染疫的案例 由宠物店店员确诊了Dilta 但是感染源不明 经过调查发现 店内至少有11只的仓鼠 也对于Dilta有阳性反应 不排除就是动物传人 刚会下令34间 贩售仓鼠的宠物店暂时停业 而预计2000只进口的仓鼠 跟小动物也将以人道处理 身穿防护衣的人员走进香港 铜龙湾这间宠物店 不但进行消毒 还提着多袋红色塑胶袋离开 而袋子里面全都是仓鼠 原来这家宠物店店员 日前感染Delta病毒 但感染源头不明 经调查后发现 店内至少11只仓鼠 也对Delta病毒有阳性反应 不排除病毒是动物传人 这也是全球首次发现 有仓鼠确诊新冠 染疫的仓鼠都是在去年12月22号进口的 负责处理进口宠物的大浦仓库 环境样本也呈阳性 不过病毒怎么会跟着小动物进入香港 刚复坦承进口时 并未对动物做病毒检测 就怕病毒扩散开来 港府紧急下令 全港34间贩售仓鼠的宠物店 暂时停业 禁止进口小动物 并要求12月22号后 进口的仓鼠 无论是否出售 进行人道处理 预计至少2000只仓鼠跟小动物 将被扑杀 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新冠病毒会有宠物传染给人 扑杀小动物的决定引发争议 不过有卫生专家表示 将仓鼠留下来必须找地方养 自主会有染疫风险 为了避免出现新一波疫情 不得不采取人道处理 林一齐编译 有民众在印度野外 拍到一只弹跳力惊人的野鹿 制控能力跟空中爬升动作 让许多网友都联想到 南球之神Jordan 不过这只小鹿小小身躯 直接跳过了一个成人的高度 在空中就像长了隐形的翅膀 看过迪士尼的小飞象 那也来看看真实世界中的小飞鹿 绝对不是电脑动画 印度野生动物保育基金会官方推特 上传的这段野外实拍 拍到了动物界的Michael Jordan 篮球之神乔丹的制空能力 让他每次灌篮又如空中踩阶梯 而这只小鹿在印度野外的史诗急一跳 连纽约邮报都说直接打趴乔丹 像是长了隐形翅膀 展现惊人的制空和爬升能力 前方这位民众募集全程 网友也纷纷留言 是在拍动作片吗 还是来拿奥运金牌的超会跳的野鹿 美国也有 还曾经登上新闻的今日最佳好球 虽然遭到汽车撞击死亡的野鹿居多 但弹跳能力优越 再加上一点运气 还是能全身而退 全球分布最广的白尾鹿 弹跳高度2.4公尺 还曾经有跳过3.6公尺的记录 飞人乔丹垂直起跳1.2公尺 已经是人类精华 小飞鹿的影片引发疯传 也再次让人体会动物界的奥妙 张力德编异 再来看到对许多爱吃海鲜的老头来说 生蚝是顶级的享受 肉质肥美多汁鲜甜可口 而且营养价值高 不过吃到坏生蚝 可是会破坏这场美食的盛宴 因此从牡蠣的养殖 一路到餐点制作 过程都会经过层层把管 肥美多汁的生蚝一口吸进嘴里 网红吃得津津有味 观众们也看得口水直流 对许多老涛来说 这场生蚝盛宴可是顶级的享受 由海中牛奶之称的生蚝 不止鲜甜可口 营养价值高 能养颜美容 还是男性的绝佳补品 听了可别吓一跳 送上餐桌的生蚝 虽然不是活蹦乱跳的 但它其实是活的 其实厨师在处理生蚝前 都会先确定它们是活的 接着厨师才会开生蚝 摆完盘立刻出餐 这不只是要确保生蚝肉质鲜美 也是为了减少细菌形成 因为生蚝可能含有海洋胡菌 也就是创伤胡菌 这是在海洋中的一种病菌 能透过饮食或伤口感染 如果吃到遭海洋胡菌污染的海鲜 可能会引起发烧 呕吐 腹泻等症状 不过有专家拍胸脯保证 吃到坏生蚝的几率很低 因此大家不用太过恐慌 能放心地享受美食 其实美国FDA有严格规定 养殖场必须通过水质检验 才能将牡蛎送到市场贩售 这是因为牡蛎是绿石性动物 也就是牡蛎进食时 会吞下一大口海水 食用水中的有机质跟藻类 并将水过滤后排出 因此养殖环境的水质 会影响到牡蛎的品质 至于鲜美的生蚝是怎么来的呢 让我们到美国东海岸的牡蛎之都 维吉尼亚州一探究竟 维吉尼亚州拥有884岁 超过147西亚古典 它包括一个盆核、厨核 和一部分的网址 维吉尼亚州拥有美国最大的 牡蛎养殖场 可说是牡蛎养殖的教科书 想要了解牡蛎的养殖过程 第一站必须参观孵化场 这里的水槽内约放了3000颗牡蛎 工作人员会调节槽内水温 诱发牡蛎排卵排精 而每年养殖场都能迎接 10亿个牡蛎宝宝 这些受精卵接下来会在孵化桶中 呆上三周 牡蛎宝宝长到0.6公分大后 会被转移到海湾边的培育槽 两个月后 员工们会前来观察 牡蛎的成长状况 依照牡蛎大小分类 这些牡蛎是大小 他们会进入牡蛎 然后这些牡蛎 会进入牡蛎 装在笼子中的牡蛎 会被投入海关中 不过牡蛎投入海关后 工作还没结束 员工必须随时注意天气状况 如果雨下的太多 雨水会稀释水中的盐分 导致牡蛎死亡 另外水温也会带来影响 摄氏15度到26度之间 是最适合牡蛎成长的水温 太高温或太低温都不行 如果一切进行顺利 六个月后就能采收牡蛎 牡蛎会先经过机器筛选 找出大小适合贩售的牡蛎 太小的牡蛎必须放回海湾 接下来员工会冲洗牡蛎 装箱并贴上标签 不过根据美国FDA规定 这个过程要在两小时内完成 因此员工一采收牡蛎 就开始在跟时间赛跑 才能让牡蛎保持新鲜 除了养食厂的层层把关 消费者在吃生蚝切 如果多做这一步 也能确保湿下肚的是新鲜的生蚝 海鲜标签上的采收日期 如果隔了超过两周 尽量不要吃 另外生蚝属于寒性食物 吃多了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因此韬客们也要注意 再怎么爱吃生蚝 还是吃适量就好 免得破坏一场味觉饗宴 林一齐编译 大家好 我是贺君祥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 精彩的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八点 就在台式主题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明星运动会 大家好 我是前姐 秦维娟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明星运动会 好的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恭喜巨星登上未免者宝座 给巨星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 只有我就摇摆 还有来到 我是贺琳 与称谢 也是不重要 也是百万大客气 让你慢慢捏一下 爸爸一起掌掌 我的巨星助教来了 有点晕是不是 来一起开个场 来 百万小学堂 谁能逼我强 好了 没一件事了 下去领箱子 我保证会让你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感觉综迷放弃 真有手担 真厉害 现在 跟辛华这把林张友林 都这样 什么接班人 我才不老大就要受退休了 你以为等我退休了 辛华就是你的 可以不用把我放在眼里吗 我告诉你 给你的权利 我随时可以送回来 今晚八点进行准时收看 台视频道一个屋眼下 感谢吻堂蔡宗 秋葵苦瓜影冠名播出 没有在乎混 你带你这么好的女孩做的 这一期也不知道多久 你感觉可能会带你 姜晨博 你说过 你不喜欢花钱买的礼物 这条手链 我希望你能够 休想她 你走吧 电信上期来关心到 高雄林园上午发生了 一起死亡车祸 一台公车跟机车发生碰撞 但是机车上面的妇人 被卷进车底 当场死亡 相应状况要联系给记者 陈怡萱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上车来车往 这时一台机车就骑在公车旁边 下一秒 公车从后方撞上机车 骑车上的妇人 瞬间被卷进车底 往前拖行了一段路 当场死亡 这起车祸意外 就发生在今天早上九点多 高雄林园 沿海路四段 根据了解 死者是一名73岁 公姓妇人 她从家里骑车出门 要去买药 没想到竟然遇上死结 当时妇人和公车 沿着同个方向 行驶在慢车道 而照射的刘姓司机 她表示以为妇人会闪避 没想到就这样发生碰撞 酿成憾事 现在刘姓司机被依过失致死 移送法办 而原警也介入调查 是公车超速 还是什么原因引发意外 一切还在厘清当中 以上是来自高雄的消息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这名格斗选手 绰号奇拉拉的陈志皇 事务后凌晨 因为围停在台北市大同区 遭到警方盘查 但是他认为 原警执法过动 更因为身上有刺青 被原警呛瞎是流氓 不过警方现在也拿出了 秘密器澄清 是他先推紧原警 出言丑性 盘查过程 呵护程序 驾驶红线围停遭到盘查 一听到要被搜车 似乎有点不满 觉得是拒绝被搜车 才会遭开围停罚单 驾驶火气很大 搭电话跟朋友抱怨 指控原警态度像流氓 而这名驾驶 其实是格斗界知名选手 40岁的陈志皇 做号奇拉拉擅长 泰拳散打多奖无数 认为这回被原警针对 很大原因就是身上的刺青 15号凌晨一点多 他围停在台北市大同区 警方盘查身份各自后 认为有疑虑要求搜车 但他先是拒绝又反向远警 盘查过程向流氓 警民之间爆发口叫 该区域是我们的热词热点 检视执行影像画面 盘查过程均属合法 不过大同分局拿出密录器澄清 强调没有违法搜索 因为男子先挑衅不断靠近远警 才会出言制止 开单程序完全合法 格斗选手也已经申诉 有没有执法过档影片会说话 介绍到张士奎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这则是家庭纠纷 父子竟然在大马路上 演了全武行 事情发生在新北市泰山区 两个人饭后喝醉酒 因为家庭所事大打出手 一会是从巷子里的餐厅 直接打到路口 也吓坏附近民众 两名男子爆发激烈口角 其中一方从后方发动突袭 勒住另一名男子的脖子 两人在大马路上不顾来车 扭打成一团 两人从寿山路的这个巷子里 一路扭打了好几公尺 打到了明治路的这个斑马线上 直到警方获报到场 两人才停手 有警察有有人 有三四个吧 我在里面听到救护车了 我好像这边受伤 我就把他抬上去 把马路当成格斗场 募集民众通通吓傻 事情发生在15号新北市泰山区 爆发冲突的两人是一对父子 两人在餐厅吃完饭 久过三十 借着酒意发生口角 老爸指责儿子长不回家 儿子也不甘失落 怒呛老爸太常喝酒 怎么讲都讲不听 双方翻旧账 口角最后演变成肢体冲骨 警方到场协助就医 双方已无大碍 父子酒醒后 向警方表示互不提告 为此行为 依然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警方将依法征办 尽管两人酒醒后互不提告 但当街上演全武行 家庭纠纷闹上新闻版面 警方还是要追究 记得桑木城张远杰新北采访报道 小龙包师傅竟然是讨债集团主贤 一旦被害人不从 就回到营业地点 撒欠债还钱的字条 警方跟先歹人 发现主贤他不仅是某帮会的副会长 平时他还是名店小龙包的师傅 而且他击到任务之后 就会请假去讨债 掌握嫌犯身份 远景鹤枪实弹 包围攻坚 一开车门 兼大批警力团团包围 眼前男子无处可逃 他就是讨债集团主贤 于脸书创立 讨债公社社团 接受委托55分战方式 催讨债务 36岁男子 本身也是帮派新兴组织的副会长 传出还在名店当小笼包师傅 似乎以此当掩护 在社群网站创讨债公社招揽生意 被害人不还钱 就伙同成员撒传单孔各 贴黑白无偿照 宣传被害人靠不要脸吃饭 天长地久 被害人人数约略50人 犯罪所得有数百万元 为了壮大势力 还吸收其他组织成员 平时是小笼包师傅 一旦接到任务就请假去讨债 据点说在北部 警方趁嫌犯南下时 说往带人让身份曝光 连同旗下成员 一举带回9个人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玉杨祺玉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上8点 就在拍视主题 每周日晚间8点 全明星运动会 大家好 我是纳豆 1月31群星晚间7点 2022的超级巨星 红带1人大小就在台市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子秋生意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上8点 就在台市主题 每周日晚间8点 全明星运动会 台上所有人的演出 对于这首歌的诠释都是有意义 我非常地喜欢这首歌 开心到不得了 你们真的是一个好欢乐的团体 很精彩的走位的安排 这是我最惊艳 热力四射 让我们记忆深刻 每周六晚间10点 生灵之王 感谢明星三缺一冠名播出 2022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厂 我们在小巨蛋 这么凶我下次不见你小巨蛋 对不起 对不起 2022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1月31日除夕夜晚间7点 请锁定台视 明星三缺一独家幻名播出 这就是一首歌了 真的假的 就那个瞬间我就觉得 他真的很帅 就会觉得 这个频率 就觉得莫名其妙没有语言 然后就可以对到 有点蓬蓬燃的感觉 感谢唯武独尊冠名播出 生活危机挑战多 够好身体就不用怕不用玩了 消费情报赞 天天陪你聊健康 健康动 我是李冠宜 我在台视和你一起 开心守护健康 大家好 我是江峰杰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8点 就在台视主听 每周日晚间8点 全明星运动会 好的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下一关新到股市消息 美股大跌 台股今天早盘下跌了169点 随后跌幅稍稍松烈 而连八颗跟红海利手红盘 不过台积电则是腿软 中央台股下跌了151点 收在18227点 成交量是2556点 台中市今年的元宵灯会 将会在文新森林公园举办 主灯是高10公尺的台中虎爷 每天晚上都会有4场的主灯秀 吸引民众的目光 而台中灯会 将会在2月12号登场 虎爷的谐音 就是台语的厚鸭 就是有钱的意思 而今年发送的小提灯 造型也相当特别 是一只小老虎 装在珍珠奶茶杯里的模样 特别可爱 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农历新年了 年前想要拿优惠券 到加油站洗车的民众 动作要加快 西游加油站22号起 开春节洗车涨价第一枪 停收优惠券 而山龙加油站 将会调涨50块 涨幅最多 反倒是中游逆向而行 今年首度春节洗车 不假假 高压水柱 把车子表面的灰尘先冲掉 接着涂上泡沫洗车巾 赶在农历年前 不少民众把爱车送进场美容 因为接下来 月逼近过年 荷包将要缩水 过年时候人家涨价是正常的 100块里面应该不会吧 这边洗车一次都要200块 就已经很贵了 大家收入都已经那么不好了 还一直调涨 怎么可以接受呢 农历年前 民众都有涨价的心理准备 尤其纪念起 基本工资涨 原物料涨 加油站洗车 山龙涨50元最多 西游首开春节洗车 涨价第一枪 自22号起 停收30元优惠券 排下除了不收敌用券 会员非会员 各涨10到20元 至于全国和福贸加油站 预计24号开始 各涨30元 相较于往年 今年的涨幅比较小 反倒是中油 逆向而行 很多物价都上涨 所以本公司决定 维持原来的优惠价格 一般都是定在 100到250之间 过年这期间 起码成长 一到两倍一定没有问题 另外春节期间 不少民众习惯到花市买花 今年出了兰花烧涨 其他花卉价格平稳 台北花市也自27号开市 连续5天24小时不打烊 要让民众随时想为家里 增添年节气氛更方便 你要先台北采访报道 上当冷气团影响 有摄影玩家 在南投就捕捉到了琉璃光 还有银海的零件 光会带您一块来看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世安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 精彩的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8点钟 就在台式主题 每周日晚间8点 全明星运动会 主任 你怎么变矮啊 还真是有点像 你是Lili Coco吗 爱我的爱你 AZ的妈妈 业爱没有AZ AZ是一条啦 每条大街笑笑 2022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1月31日除夕夜晚间7点 请锁定台式 明星三全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钱姐 陈维娟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8点 就在台式主题 每周日晚间8点 全明星运动会 好好 好好 用一个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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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恭喜巨星登上 未免者宝座 给巨星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 只有我最摇摆 还有呢 让我是鹤鲤 与趁切 也是不重要 也是百万大客气 让你慢慢捏一下 爸爸一起掌掌 我的巨星助教来了 有点愿意 是不是 来一起开个场 来 百万小学堂 谁能逼我家 好了 没的事了 下去领声就 我保证 会让你 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感觉 终民放弃 这个手段 真厉害 现在 跟新华这班人张友林 都这样 什么这班人 我就不老家 就要算退休了 你以为等我退休了 新华就是你的 可以不用把我放在眼里吗 我告诉你 给你的权利 我随时可以送回来 今晚八点 静静准时收看 台式频道 一个屋眼下 感谢 稳堂太宗 秋葵苦挖影 冠名播出 但一来看到 宜兰东山 有一处游泳池 池水是日据时 带着遗留下来的 古井泳泉 水质自然清澈 还有泳客在泳池里头 发现了一条小炉蛮 馆长表示 因为馆内池水 属于泳泉活水 水中生物 可能是因为 外面的水温比较低 才会从出水口 逆流而上 进到泳池里头 受到冷气团影响 气温明显下降 不过也带来美景 最后摄影玩家 在南投心意的旺高 捕捉到了琉璃光 还有云海的景色 层层堆叠的山栏间 云铺流动 加上阵阵云雾缭绕 大自然仿佛 是台超大的干冰机 在山殿翻涌 气势磅礴 宛如仙境 云铺从山头 往湖面笼罩 这里是日月潭 由于冷气团的 南下气温明显降低 也带来云铺美景 有民众就利用 缩时摄影 拍下这寒冬的景色 另外在路股大轮山 也出现阳光折射后 形成的彩色雨铺 天空仿佛破了一个洞 大雨不断倾泻而下 画面十分壮观 镜头转向心意望高 景色由白天变成夜晚 有摄影玩家拍到 琉璃光云海 记录天空被云海笼罩后 灯光穿透在云海间 令人看了 叹为观止 想一睹美景的民众 不妨上山碰碰运气 记得曾鲁城南投报导 大家好 我是贺君祥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 精彩的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八点 就在台式主评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明星运动会 全明星运动会 台上所有人的演出 对于这首歌的诠释 都是有意义 我非常地喜欢这首歌 太心到不得了了 你们真的是一个 好欢乐的团体 很精彩的走位的安排 这是我最惊艳 热力四射 让我们记忆深刻 每周六晚间十点 生灵之王 感谢明星三缺一冠名播出 2022超级巨星 红白艺能大赏 我们在小巨蛋 舞灯墙 这么凶 我下次不见你小巨蛋 对不起 2022超级巨星 红白艺能大赏 1月31日除夕夜晚间7点 请锁定台式 明星三缺一独家冠名播出 这就是一首歌了 真的假的 就那个瞬间我就觉得 他真的很帅 就会觉得 这个频率 就觉得莫名其妙没有语言 然后又可以对到 有点蓬蓬然的感觉 感谢唯武独尊冠名播出 生活危机挑战多 够好身体就不用怕不用玩了 消费情报赞 天天陪你 聊健康健康动 我是李冠宜 我在台式和你一起 开心守护健康 大家好 我是江峰杰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八点 就在台式主听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明星运动会 好的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恭喜巨星登上 卫冕者宝座 只有我最咬白 还有大家好 我是贺领 预测界 也是百万小学堂 谁能逼我强 2022超级巨星 红白艺能大赏 除夕夜间 敬请期待 WATCHMAN的心理特质 应该无法忍受 长时间不犯案 我需要有能力的人 替我查案网 西亚分局在方克县的下体 找到我的DNA 谁曾经陷害过 我一定亲自把他救出来 淘积群群案感染短短两周 已经突破百例了 今天是否又会有新增个案 已经传播力是否会继续扩大 稍等两点钟 指挥中心记者会都会有最新说明 更多内容 要请时锁定 开始新闻 双方式 大家好 我是贺君祥 想看我在运动场上 精彩的表现吗 全明星运动会 每周日晚间八点 就在台式主题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明星运动会 大家好 我是Sindy 王心灵 1月31日 出现晚间七点之后 20225超级巨星 同样应该代表 20225超级巨星